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曾经的灯红酒绿 被战火和硝烟 遮住了原来的原则 曾经的清歌曼 也被不学育儿的 枪炮声所代替 这里是旧中国 最繁华的势力洋场 这里此事已变成 十里练狱 整座城市都陷入了战火 看到的 都是废墟 上海 沦陷了 这天清晨 五点左右 一伙日军沿着苏州河 由东向西搜索前进 他们一路烧杀抢日 起演十分嚣张 可让他们慢慢想不到的是 就在不远处的四行仓库 有人已经恭候多时 此时 黑洞洞的枪口 早已瞄准了他们的头颅 开火 开火 手撕鬼子 石子打飞机 在当下的电视荧幕上 这些让人十分匪夷所思的情节 一经播出 就引发观众集体吐槽 人们纷纷用神剧 雷剧来形容它 那么真实的抗战 究竟是什么样子 刚才大家看到的 正是1937年 发生在上海四行仓库的 真实一页 1937年10月 抗日战争时期 规模最大 战斗最为惨烈的战争 东湖会战 已经持续了整整两个多年 日军一共调集了三艘航母 一百余艘军舰 五百多架飞机 二十多万的士兵 向上海发动猛攻 面对日军的疯狂进攻 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中国军队 预计奋战 让日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最终死伤三十万将士 被迫撤离上海 但是 就在这天清晨 在扎北地区的四航仓库里 却突然冒出来一支 大约四百五十人的中国军队 与前来探路的日军 展开了十四天 他们 就是搜狐会战期间 死守四航的八百国军 那么四百五十人的队伍 为什么会被人称作八百国军 在主力部队撤退后 他们为什么要死守一个仓库 面对成千上万日军的疯狂进攻 这四百五十人 如何成功守了整整四天 今天 让我们一起揭开八百孤军 激战四航 惊心动魄的 绝密往事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